下飛機最開心是嗎? 拿到一條車士 這一部翻新的舊車 真的足足弄了我半年時間 就是這部北斗星 這部車可能只看外面 好像很多地方都是這套件 我們都可以簡單買得到 沒有量身訂造 這部車確實沒有量身訂造 然後LINK的ET是搭得最好 所以基本上是齊平的 然後有一套BAMBO的煞車 可能就是這些小的 我認為有這些特色 但我覺得真正看得上眼的地方 絕對不是外形 而是這個籠裏 因為最花心機的就是這套籠 所以上車慢慢說吧 在談論這部車之前 先和你交代一下它的身世 它是一部一手車 新車買回來一直用不到現在 當年買這部新車的人 其實貪他四四方方 跟著車又好裝 車14cc開起來又好力又省油 最省油省到甚麼程度 哪怕現在加100元進去 你真的用油用到 你根本不知道我上次何時加油 因為50元已經輕鬆夠 你到處幾個城市跑來回了 觀眾的空調可能還省到懷疑人生 所以省油是它的第一部 第二部就是因為這部車本身 其實是一部KCar來的 它方方正正的設計 你真的倒下後或椅子後 尾箱很耐撞 而且這部車又不是一部貨車 所以當時來算 這部車看起來像是一部私家車 但又這麼耐撞 維修養護成本又這麼低 所以大家很受歡迎 買了它回來 不過這部車我始終覺得 它是被昌學靈目租探了 因為其實這部車 是在國內各產重生的 即是翻生的一部車 因為它在今年的年代 其實這部車已經停了 日本本土已經不賣這部車 已經換了新一代 但我們現在賣得到的 其實是舊一代的車 現在國內還看到什麼 衍生的車 即是高了叫什麼X 然後又加了電池 又變了什麼北斗星E之類的車 其實都是借私華問的 衝一下積分 令出學靈目這部車不倒閉 僅此而言 但其實回到十年前 零木還是一個很有名的品牌 大家都覺得零木的車質量很高 又省油又好養 但現在就不是了 其實這部車 最初回來時的車廂是很差的 因為十部北斗星的九部 都是在做粗重事 一定是車廂的 所以這部車的車廂 一般都不會耗得去哪裡 做私家車的非常少 所以拿到回來後 這部車尾門又撞到爛套 因為肯定車的重事 因為有些硬物一撞到尾門都花了 然後椅子的口供減料很厲害 因為那些海綿 根本不可說是海綿 坐下來都覺得整張椅子是起粉的 然後坐下來越細 甚至連骨架都可以輕鬆斷 這是一部原廠的新車 沒有做過重事的 駕駛位怎會爛掉呢 所以我覺得有些不可理喻 然後各種飾板各種爛 鬆鬆垮垮垮 根本不像我以前認識的那個零木 所以我覺得一見到這部車時 這部翻身工程非常巨大 而且一輛修理廠度過了一段很可怕的日子 因為這些車太便宜了 然後大家都粗粗地使用它 以至於連修理工都覺得 這些車沒必要製造 製造得這麼精細做甚麼 門板拆完後發覺卡扣斷了 你擺甚麼軌件 擺一些膠上去 所以這台車我拿回來的時候 四個門只要打開出太陽 你會見到門一路滴黑膠 尾門也是的 所以那時看得到這部車 可以說北斗星的均況都是這樣 但是這一部是顯得特別差的 所以我看見這部車也覺得頭痛了 但接到車主的需求時 他說這部車對他來說 無論如何都是有感情有意義的 他希望在花一筆費用後 可以令到這部車重新換回他的樣子 他想起這部車舒舒服服 但又有自己的特色 雖然你會見到外面有一套包圍 雖然你說這些包圍在好行的件 網上大把都可能見得到 甚至有些貼入度都不太好看 但起碼你看到的樣子 它可以復原最初北斗星 黃邊角燈的復古感覺 起碼覺得這不是一台操縱夜的北斗星 然後這套LINK是一套很懶惰的LINK 我基本上配到輪胎和它齊平 起碼讓這部車看起來 可以延續那種方方正正的感覺 至於那套煞車 其實那套煞車 我不會認為這套煞車 對整個制動性能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有這套煞車作為點綴 你會覺得這套煞車有少許戰鬥格 有少許個人裝飾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OK的 當間一定會變得漂亮了 因為我配了一套好少許皮 好少許碟 出來的效果其實都說OK的 可以增強一部份性能 但性能不是這套車的關鍵 至於避震 因為這套車原生確實都比較高 所以我當時的概念就是 買一套合式的避震 我調了一套BCV1回來 就陷入這套車 其實現在淡網的K數和左離已經調得偏舒服 但因為這套車實在太輕 有些位置已經調到盡 都只是這樣 其實這套車最舒服的是兩個人坐 這種負載落邊的車是很棒的 雖然不可以說這套車能夠扔彎 但起碼看到這套車駕進去時都會覺得有信心 所以這套車就變成一部舒服好駕駛的車 就是我當時調機械這部份的想法 至於機器 其實我不覺得這套車要落場去鬥 或者它要上窩卵上什麼 要令到它很英俊 其實不需要保持原先的感覺 因為買北斗星最早的初衷 是看這套機器好養省油 如果我破壞了好養省油的特性的話 我覺得有些破壞原先北斗星的平衡 所以我沒有動過這部份 維持原廠的設定 是最舒服的 真是的 只要它的樣子夠帥 你理到裡面是什麼 駕駛好玩好用耐用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到內飾了 其實這個內飾是我覺得這次做北斗星最出彩的地方 因為這一台北斗星其實本身是一部K-Card K-Card會想什麼呢 它本身的殼細 可以用的車內空間是很小的 我要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 是最大的功效 所以你會在原本的北斗星上 就已經可以看到 雖然車那麼窄 門板那麼薄 但你會看到很多位置都盡量去滑 然後塞了很多儲物架 這些位置都可以用得到 都可以用得上 你看到這個標台 其實原生已經是倒進去 然後其實希望你可以有些地方去擠東西 而且90年代甚至可以擠一下毛巾 擠一下地圖 庫駕駛 因為這台車是全天都沒有氣狼的 車庫駕駛其實是一個儲物架來的 讓你去擠東西的 我覺得最有趣 真是有心思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前排的兩張椅子下面 我這張椅子下面其實是有個櫃桶 櫃桶一拉出來 你們可以擠一雙鞋 如果我是穿高擠鞋出來的 我想換一雙平等鞋來駕駛的 這下面我可以擠一雙鞋 或者你可以擠其他零食材 其實沒有人會發現的 其實庫駕駛的更有趣 庫駕駛是可以把座墊出來的 我之前其實沒有留意 我製造這台車的時候才發現 哇 挺有趣的 可以翻出來 然後下面是有一個櫃桶的 可以拿去買菜的 即是你要想起 這部車回到90年代的時候 它有這些設計可以讓你擠東西 你會覺得 哇 貼心 哪怕我不會用 但我看到這些我覺得不有趣 菜籃拿出來是有點怪的 但今晚年度可能沒那麼怪的 現在就不會用得上了 但這些位置你會否覺得 哇 窩心 即是檸木原來有想法的 但反觀昌河檸木 它做了些甚麼 就是將一部車不停地變屍 變回生具來用 我覺得真的浪費了這個牌子 難怪它退網退市吧 這件事是合理的 車主本身跟我的要求就說 將椅子不要坐 換一張好坐的椅子 然後我就想了很多 我覺得這座椅 哪怕我會移一套天雨的椅子 移一套蓄液椅子的椅子 但我覺得好像未達到最理想的效果 我想在原先那張椅子上的基礎做改進 這個面料是我在微博上的一個朋友 他提供的幫助 替我重新去做過整台車的座椅座墊 可是現在坐在身上是挺舒服的 特別駕駛長途 跟原先的北斗星有了本質的區別 首先第一是透氣 第二是舒服 而且坐上去的感覺 是有點像坐在自己的枕頭上 即是比較舒服 第二個是後排 這部車其實核載是五人的 後排應該坐三人 但你想想 北斗星這麼小 後排坐三人是否真的很屈質 確實是很屈質 沒辦法坐的 後面你看到兩個是獨立的 當然我保留有三個安全帶球 所以男女朋友在前面 一定要有那種居價的感覺 所以前排這個位置 我將原先的中的位置封了 然後就可以讓它放一些小飾物 然後放回它們有回憶的物件 旁邊就可以用來放一些生活物品 例如放紙巾 放銀包 放太陽眼鏡 直接組開放設計 而且我擴大了這個儲物格 它容積 用了一個足紋的儲物格 鍾我放在A柱的位置 看起來就覺得 這鍾終於有回憶生活的味道了 因為要和這套暖色調 偏家居風的耐色做搭配 我換了一個更加復古的風格 然後這部車的門板就很有趣了 這個門板實際上是一個麻面設計 它其實是一個環保再生的材料 這個材料在哪裏買 我現在的家居都可以買得到 其實是一塊窗簾布直接陷入 因為我想這部車廂的色調 有部份可以中和 讓你會有以前那種日式的防風 所以這部車廂強調的是一種舒服的感覺 坐下來便覺得我回家了 後排你穿鞋真的自己也不捨得踩上去 而且還有一個設計 我會利用原始北斗星的後排坐墊下方的空間 其實我會讓你去擠一雙鞋 擠一雙鞋脫完後 你便可以當是家庭換鞋坐在後面 抱著舒服的cushone 你便覺得坐在後排真的一種享受 連尾箱我都不會讓它做立體 因為整個尾箱連底板都做了包皮 用來放書包、手袋 或者出去買回來的東西都可以勾 然後在後面 這個油漆其實是按照Lexus的珍珠白做的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光照下方 它有時會偏藍、有時會偏黃 感覺到不同的顏色 雖然都是原先的那種白色 但這種白色會比原先顯得更加有質感 就像當年我們製造那部12代的GT鞋一樣 想想這部北斗星應該是我製造最便宜的一部車 其實是因為那部G186千元 但這台車古陣的車況 你說我拿6千元出去買的 我就是沒有膽子的 不過它教會我一件事 一部車無論它貴還是便宜 只要它與你之間有故事、有回憶 值得去保存的話 那它就值得你好好地去對待 記住